上美女婿,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很了解的 其实顾名思义,上美女婿的意思就是白捡一个媳妇还不用付出太多 现在很多家庭不错的女孩子都选择了这个方法 也有很多男孩子愿意去接受这种安排 因为反正都是为了爱情,只要能在一起,无所谓是不是上美女婿了 故事中的主人公王小就是这样的 从小生活在农村家庭的王小,家庭并不富裕 因为家里有三个哥哥,父母都是农民 在这样的家庭里,如果想三个孩子都娶媳妇 然后多买一套房子,基本是不可能的 王小从小便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16岁辍学之后到城里打工,也很努力,小有成就 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也就是小米 小米是城里人,家里条件不错 很快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见了家长之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节奏 小米的父母还是很喜欢王小这个农村娃娃 朴实大方上进,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由于小米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小米父母就要求王小能够做上美女婿 面对小米父母的要求,王小内心犹豫了很久 毕竟在农村还有很多人是很看不好上美女婿这件事的 但是王小考虑到自己父母承担不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更没法满足女朋友的要求,买房更是不可能 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自己做了上美女婿也没什么不好 不用付出很多,还能够白捡一个媳妇,当然很乐意了 但是王小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当上美女婿付出的代价 比自己买个房子结婚也差不了多少 因为一切按照小米爸爸妈妈的要求 城里结婚,然后把乡下的亲戚都拉过来 吃喝拉沙睡三天,还有房子的装修,家具等等一应俱全 全部都是王小的付出,最后得到了确实什么也没有 当王小静下心来算算结婚的开销,发现其实也是挺大的 内心真的是各种难过,毕竟自己赚钱也不容易 没想到小米有那么多不体谅自己的要求 看完这个故事,小编就有话说 王小从一开始就错了 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不用付出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 不管是想要得到什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何况你是要娶老婆 哪个父母把自己的女儿养大,不是辛辛苦苦的 嫁给你的时候提一点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你应该要理解 再说,只要你们两个以后日子过得好 幸福美满,钱是可以再赚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